大家好,我是冲先生,欢迎收看冲先生的频道 之前避受触目的集拜会,我相信大家都有留意和关注 中间有一句说话成为了这次领导人对话的金句 就是地球容得下中美国字发展,共同繁荣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就是分析这句说话的因由 还有这几年世界局势的变化,乃至预测未来五年的发展 内容没有绝对对错,只是在乎你用什么观点和角度去看 今天我只读了部分内容出来,准备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今天开始之前也提提你,记得按右下角红色的小孩订阅我的频道 按旁边的铃铛,选择全部,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可以到我的网站《冲stop call》了解 而影片间界和片尾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去联络我或者支持我 不阻止大家太久了,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文章的题目是《中美从太平洋到整个地球》 未来五年会发生什么事呢? 今次的中美会谈,中国领导人的一句说话被受关注 并且被高频率地提及到 那句说话是《地球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 这句说话具有典型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智慧,非常含蓄 中国人说话最高的境界就是话留三分 永远都会有些留白让人自己喘祸 这句说话其实都算是留给美国的一题思考题 这句说话也很容易和2018年的金句进行比较 那句说话是《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那由2018年到2023年,施隔五年,同样的句式 看上去表达着相同的意思 但为什么涉及的场景就会由太平洋变成整个地球呢? 简单来说,中国的影响力已经不限于太平洋 甚至已经扩展到全球的范围 今日的中国,从经济,政治,科技 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都远非五年前的中国可以比较 年五年来,中国人越来越有全球的视野 五年前,中国人主要只看着台海、东海、南海以及朝鲜半岛 讨论的重点是围绕着什么时候可以突破 又或者解除美国的三条岛链封锁 现在,中国人除了继续关注自己周边的时局变化外 更多关注的是俄乌战争和尾巴冲突 所以说,中国人的视野已经由亚太扩展到全球 由2018年到2023年,时间不算很长 世界的面貌看上去没什么变过 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世界的秩序都仍是依着美西方的主导去运行 但这五年,在实力的此消彼长之间 世界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华的进攻 由贸易战到科技战再到金融战 三大战亦共同组成了中美的主战场 结果贸易战完全失败,科技战基本失败 只要中国不松动金融的防火场 不停止去美元化的话 美国的金融战也是通向失败的路上 亚太本来是美国布局的重中之重 中国是美国认定最大的竞争对手 但五年过后,美国的优势越打越少 台海、东海和南海的主动权都已经不在美国手上 美国对中国有杀伤力的牌基本上都打光 中美攻守姿势也慢慢发生了转变 中美未来的博弈,除非是中国自己犯下颠覆性错误 否则看不到美国有胜利的希望 美俄博弈也越来越看不到美国胜利的希望 俄乌战争还未结束,但基本上大局已定 胜利的一方肯定不是乌克兰和支持乌克兰的美西方 俄罗斯第三季度的GDP同比增速从上一季的4.9% 加速到5.5% 而在早前5月份的时候,欧洲委员会预测 俄罗斯2023年GDP将会下降0.9% 早前,欧洲委员会又发布了最新的秋季经济展望报告 大幅上调俄罗斯经济的增长预期 预测2023年俄罗斯的GDP将会增长到2% 相反,今年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只有0.1% 欧洲自己反而成为俄罗斯和美西方经济大战的最大受害者 相比之下,是不是很讽刺呢? 欧洲配合美国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 到底是谁制裁了谁呢? 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 就是美方提出在APAC期间想和俄罗斯代表团私下会谈 美国的这个动作足以说明了美国对俄乌战争的前景已经没了信心 对世界未来格局影响最大的世界大三国博弈 显然是对美国很不利的 正正是因为美国在和中俄的三国博弈中越来越被动 才会导致中东变局的出现 中东局势由伊朗和沙特实现了和解开始 甚至是尾巴冲突的爆发 一切都是朝着美国不希望的方向发展 过去的五年看着上述的事件发生 那接下来的五年又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呢? 我们不妨一起来预测一下 我们先说和中国有关的大事 第一,是统一大业到了最佳的时机 中国现在就已经具备了军事收台的能力 同时美国很大可能已经失去了直接军事干预的信心和胜算 再过三年时间,包括军事、产业升级、贸易和投资的去美元化 经济困台等等各项的准备应该都比较到位 内部的反间谍、防滲透应该也有一定的进展 美国利用冻结中国的外汇储备 对中国发动非常规的金融战的破坏性 又或者利用海军的优势封锁中国贸易航道的可能性也会大为降低 以上的种种推论可能只是实现统一的最佳时机 第二,是南海比较平静 中国在南海的优势越来越大 而美军在南海的优势继续下降 在此消比奖的情况下 即使美军继续坚持存在也只是了性于无 第三,是产业升级基本完成 中国工业体系的短板基本上已经得到解决了 原来最大的短板半导体芯片 有希望成为中国新的优势产业 再加上中国的新能源产业优势和消费产业链 中国在汽车和电子信息这两个世界前两大产业 有着明显的优势 对美国和盟友的制造业形成了斩压 他们要不就融入入中国主导的经济循环 和中国形成经济互补 要不就与美国一起普残首决 去接受被中国的产业链优势粉碎 甚至进一步去工业化 在国家的硬实力方面 没有什么手段比去工业化的影响更大更深远 第四是中国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去美元化取得重大进展 也慢慢断开中国工业能力和美元的联系 人民币在贸易领域的地位显著提升 第五是中国将接近成为世界科技中心 中国在专利申请量、有效专利申请量、PCT国际专利等等 已经成为世界第一 在论文总数、被引用次数排名 以及反映各国自然科学研究 在全球地位的自然指数等等的关键指标 都已经超过了美国 并继续拉开差距 世界科技中心正在向中国转移 第六是中国的软实力短板得到有效的加强 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损害了自由贸易的形象 对中国发动科技战 破坏了全球产业分工的规则 将货币当成武器损害了美元的信用 冻结和没收其他国家的财产 就损害了国家和金融体系的信用 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行为 甚至耗尽了美国最后一分远实力 下一个五年我们可能还会看到 第一是美国以乌克兰作为代价和俄罗斯缓和关系 找到一个比较体面的方式接受俄乌冲突失败的结果 这个结果将会极大动摇欧洲对美国的信心 第二是美国在中东陷入无法摆脱的被动 美军在中东被越来越多的袭击困扰 令美军进退两难 石油美元岌岌可矣 中东反而统一还巩固了自己的战线 甚至推动中俄和伊斯兰国家有更大的联合 当然美国还有台湾可以打 但真的要打也顾虑重重 所以接着下来 美国可能会面临无牌可打的局面 这个推论是否会过于乐观呢? 其实所谓的乐观分析是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 我们在这里就讲一下美国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 第一是财政和债务状况 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国债的流动性问题 美国在未来的12个月大约有8万亿美元的国债到期 再加上当年的财政赤字是2万亿美元左右 美国在未来的一年时间是需要发行10万亿美元的国债 才可以保证国债不会崩盘 而最令耶伦寻食难安的就是 美国的长期国债早就开始不好卖了 30年期的国债拍卖认购量不振 而发行短期国债对美联储短期内缓解债务 无偿还压力的帮助也不大 至于美国国债的购买者 国内机构和个人共占一半 外国政府主权机构和美联储 又分别各占四分之一 而现在的情况是 美债境外认购需求下降 美国财政部在11月17日公布 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 9月份资本正流出674亿美元 自2012年以来 美债海外持有者比例由30%左右下降到24%水平 中国9月份大幅减持273亿美元 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额已不足8千亿 9月份和美国最亲的英国减持292亿 日本减持285亿 就连加拿大都减持146亿 美国国债的国内购买力也不是很乐观 美国自己的银行都在买出国债 而美国的财政状况今后也只会更差 今年税收收入还下降了几千亿 只能够越来越依赖发债 财政状况是一个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表现 财政出现严重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危机的体现 第二就是对美国的重新工业化不要抱有过高的期待 已经在资本规律下去工业化的国家 如果想再重新工业化的话 除非可以将资本规律更改 又或者将美国换成社会主义 不单止美国自己的重新工业化不太可能 就连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购也都进展缓慢 除了近近地的墨西哥表现得不错之外 被寄予用来替代中国的印度出口跌了10% 越南也没有表现出美国期待的结果 出口跌了8% 韩国今年出口跌了11.5% 三星前三季度的淨利润比上一年同期下滑了95% 而日本最大的优势产业是汽车制造 正在面对中国的激烈竞争 它多年保持汽车出口的第一位置 今年很大可能被中国取代 现在的日本在发达国家里的政府负债率遥遥领先 和GDP的比重高达250% 日元汇率已跌到33年的最低点 日本都不敢跟着美国大幅加息 是因为怕日元会崩盘 现在的日本就好像一个不断在吊针才能生存的病人 经济更趋弱过美国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两年和美国一起做世界的朋友 由欧洲到日本韩国 没什么变过经济是特别好的 反而和中国走得比较近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就有超预期的表现 尤其是俄罗斯 在美西方的全力制裁下 还可以取得超预期的经济增长 这一点的确令西方很难受 因为这样说明了 离开了西方的经济体系 和东方大国搞好关系 一样是可以发展得很好 这个认知一旦成为了世界更多国家的共识 美国围堵别人所依赖的朋友圈 便会人心不稳 所以未来我们只要不要放松警惕 然后做好自己 基本上就可以了 在2018年我们表达了 太平洋足够大 容得下中美两国 美国就将中国当成主要的对手进行追击 五年之后 我们再次充满善意地表达 地球容得下中美国自发展 共同繁荣 中美两国合则相赢 斗质相输 美国可不可以明白这个道理 其实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反正是要谈还是要打 我们都只能够奉陪到底 过去这五年 中美实力东升西降的变化特别明显 再过五年的话 世界又会变成什么呢?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你们又有什么看法呢? 不妨在留言区讨论一下 你们的赞好和留言互动 会令我的影片更容易被推送 所以千万别认识你们的意见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赞好 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 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频道继续营运下去 现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还多了个Thanks 的按钮 给大家来之前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